補充的方法 裡面你看看進度還可以嗎? 我知道 這個前面算好拆 前面好拆 它其實這個就只是 它不是太扭了,它是我這樣扭起來 它其實整個都可以下 比較好拆 在我們自己家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晚 這台車Corona Cross 多厲害 最近的話 都是掛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經理自己也上上禮拜 專程為了這台車 駐高鐵、坐到台北 來分享這台車 那今天工廠裡面有這台車 所以我們就拍個影片 然後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款車 Toyota的這台新車 在安裝避震器的時候 有哪些的細節 或者是改裝前 改裝之後 有什麼樣的差異 來跟車友們來分享一下 那基本上這台車 已經改成是 TNGA的一個底盤系統 所以前方的系統 跟CHR 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零件 都是共用的 後方的話就不一樣了 CHR 或者是ARIS 或者是ARTIX的12代 後方是多連桿的系統 那這台車的話 後方變成拖一臂的系統 可是跟一般的小壓也好 或者是大壓 後方的懸吊系統 又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差異比較大的應該是 現在比較新世代的車 它的後彈簧的 預載值都做得比較高 把彈簧的磅數降低 預載值做高 但是如果是歐系車的話 這樣做法有 可是歐系車的阻擬值 就是彈簧 避震器的一個T值或C值 就會做得比較硬朗一些 日系車的話 尤其是Toyota的車系 它會特別特別在意舒適度 所以阻擬值的部分 都做得特別舒適 但是有一些車款 有一些車款 像是韓系車 以前韓系車的話 也都是走日系車的系統 但現在韓系車的話 比較偏向歐系車的底盤 像大概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有一台KIA Stinger 那一台底盤 就幾乎都是BMW 化 這台車的話 還是一樣 是維持日系的乘坐感覺 就是很舒適 收音有問題 對 剛剛有人說 我重擦了 好 這個阻尼 輕輕一壓 它就會壓下去了 所以它是很舒適的 我重擦了 有重擦了 你再觀察一下看看 所以這個是比較舒適的阻尼 那像是小鴨 或者是TOTA以前的小車 它的上座的部分 都是一個橡皮對夾的方式 所以需要把後行李箱拆開 然後才有辦法拆得到這個避震器的上座 但現在不論日系車 歐系車都朝著這個方向來做 就是它會有一個上座 那這個樣的設計大概在2000年左右 VH的Golf車系就類似這樣的做法 這樣在維修避震器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對原廠來說的製造成本 會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它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 但像這樣的小車 後面的避震器 以前的設計 都是做直的 那這台車它有把它的一個角度 做得比較斜一點點 所以在避震器的反應回饋上的話 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都有做一個修正跟改進 那這個是後方的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超長的 所以它的預載值很高 它已經預載到 如果我們把車子頂起來的時候 它的彈簧是有一個彎度的 因為它的彈簧長 重量又比較輕 所以它會有一點斜度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前面的話就比較 跟之前常常經理有常介紹的 TNGA的車系就很接近 有上座 然後油管固定架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孔 這些所有的零件 所有的設計 KT 都是做跟原廠一樣 包含另外這邊有一些 ABS感應線的扣具 也都有 我待會再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那這台車其實 是油電款 然後 重量的話其實沒有很重 那休旅車的話 我們還是一樣 有一點很在意的 就是 這台車本來很舒適 但是 改了VC之後 雖然能夠比較 運動化一些 可是 還是需要保有 它原本應該要有 休旅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在彈簧上 KT 就下了很多的功夫 像是前面的彈簧 我們做了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讓它的彈簧 壓縮時候的回饋力道 會往兩旁 釋放大概35%左右 所以在彈簧的設計上 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這台車前面的彈簧 即便 我們來配直捲彈簧 也還可以 所以前面的彈簧 要求度的話 沒有特別高 可是拖曳幣的後彈簧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這台車 後方配的是直捲彈簧 是直捲彈簧 那糟糕了 就會非常的禁忌化 如果一般 要很熱血的話 可能OK 可是這個車款 有很多都是拿來 有時候在家人 或者是在長輩之類的 所以就不建議 不建議做得太運動化 所以後方的彈簧 KT 的配置 把彈簧的長度拉長 拉長到250mm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4公斤 最主要的形狀 一樣做一個小燈籠狀的形狀 那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KT 裝上車的樣子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有一個斜度 以前的話 都是做這樣直的 它有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做一個夾角 所以這樣的操控 路感的回饋 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那這條彈簧 就是經理剛剛介紹的 這台車很適合用這樣的彈簧 它的外徑的話 大概100km左右 250km 那4公斤的規格 上方還有下方的橡皮 都要沿用原廠的 上下都沿用原廠 那這個夾角的設計 如果我們把這個調整基座 放在下方的時候 這個調整基座放在下方的時候 這個下直幣 像現在是這個角度 如果我們擺了一個座 在這裡的話 它目前車子頂高的時候 它的Hilo Key的角度 跟彈簧角度 就比較沒有辦法呈現一直線 非得要車子放下來之後 再來固定這個下直座 但是像這樣設計 如果坐在上方的話 會比較適合 像現在我們車子是放下來的 而車子是頂起來的 但是它的調整機構跟彈簧 都是呈現一直線 不會有畢場的狀況 那在安裝上 也比較不容易會有失誤 所以這個是KT 比較細心的一個設計的地方 然後這裡的話 沿用原廠上做的設計 這個桶身變成是正插 顛倒過來做導樁 所以這個的設計 在調整阻尼上面怎麼沒辦法調整 其實不是 是坐在後面避震器的下方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所以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手夠到輪胎的後方 從這個地方就能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 如果是KT的中始粉絲的話 就知道這樣的避震器 有一點安裝上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這個桶身 它的長短度 是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如果這個桶身 縮得太短的話 這一條彈簧 預載、預壓縮過多 那糟糕了 這個拖一臂的車 後方一定會特別顛 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後方 或者甚至是說這台車 所有安裝頂戶的重點 其實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我們這個桶身 不要縮得太短 那不太可能 我們計時的話 不太可能會放得太長 就是太長的話 它這個彈簧是會鬆脫的 就會有異音 也會有危險 所以太長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發生 可是經常發生 安裝技巧上 比較沒有那麼成熟的話 就會發生 這個桶身 說得太短 我們把這個彈簧 逼住了 哇糟糕 那這台車 不論是不是裝KT也好 其他品牌也好 一定就會發生一個狀況 我車友一樣的車款開起來 坐起來很好做 可是為什麼我裝起來 就不好做 那就是因為 後方彈簧預載值 做得太大 所以這個 小細節的話 一定特別注意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胎壓的部分 像這個是原廠的配胎 是配17吋的215 6017的規格 好 那這個日系車 在駕駛座 門打開 B柱的下方 都會有一張貼紙 那一張貼紙上方 就會建議 我們冷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條胎 剛剛經理 特別去開了一下車門 看一下 這條輪胎 Toyota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是33 PSI 可是我們經常有去保養 也好 或者是去定位的時候 也許有可能 定位店的老闆或者是技師 是會熱心的 我們把胎壓 再巡視一遍 可是通常 打的胎壓都有點偏高 像一般打到3940的話 我也都還蠻常見的 但是打到3940 如果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還好 那還能接受 只是比較墊一點點而已 可是改裝避震器不同 改裝避震器的 彈簧變硬了 鼠尼加高了 所以再加上 如果胎壓太高的話 那勢必就會變得很不好做 所以我們在調整阻尼 在調整軟硬度之前 先做一個功課 就是把胎壓 先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符合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像這個 打到33 PSI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尼 這樣的步驟 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換來介紹前方 前方的話 它的設計 跟ARTIS的12代 或者是CHR很像 它有一個飾板 把上座把它蓋住了 所以如果 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拆一下東西 或者是說 像之前我們ARTIS的12代有幫車友 這裡大概稍微挖一個小孔 就能從這個地方來做一個阻尼的調整 但是阻尼調整通常 像這一台車的話 如果是原廠17吋的話 它的一個阻尼值的話 大概在15到23段左右 所以 一般來說 像自己的車 也很久很久沒有在做調整 所以在初期 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微調一下 那找到自己想要的一個阻尼值的話 其實不太會去動它 所以這個的話 可專口可不專口 看自己的需求 那下方的話 避震器的這個彈簧部分 就是剛剛介紹的 這個是200層 7公斤 大燈籠 它外勁特別大 大概做到125mm左右 所以外勁很大 幾乎跟原廠一樣 所以當然這樣的舒適感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個離載串的話 是沿用原廠的 油管固定位置 ABS感應線的兩個地點 兩個位置的話 都是跟原廠一樣 那這台車的 車高設定 車主的話 是想要大概30V左右 比原廠 大概低一點點 那也沒有到很低 我們今天有出一組貨 一樣是這台車 可是 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這台氣壓式的避震器 應該會在台北安裝 如果 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把這台車 安裝氣壓避震器的一些 照片也好 或者是影片也好 再隨時留意一下我們的粉絲團 的一個更新的狀況 如果這台車的車友 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對 KT 裝上車的一個 一個步驟的話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這個 這個一些的用料部分 之前的上上禮拜 經理到台北直播這一台的時候 也有介紹過 KT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像是 這個是Toyota的車系 很多車友 第一個會推崇的 應該是日本 Tim 的品牌 對吧 Tim 的話 它的品質 乘坐感都相當的不錯 Tim 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風 日本 NOK 油風 KT 的話 一樣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風 而且 KT 裡面的阻尼有 這個阻尼有 就好像是 裡面一個力道的傳達 很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一樣 所以 鼠尼油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像 KT 裡面 填充的血液 鼠尼油 就是使用 義大利 IP 的油品 義大利 IP 的油品 它的單價的話 相當的貴 大概台灣油品 或者是其他油品的話 大概兩到三倍左右 可是它的穩定度 相當的不錯 那它 IP 的話 其實會有兩個番號 一個是 一個是比較西一點點的 5W 一個是比較進氣設定的 20W 那它原廠也是 可以從這個5跟20之中 來做混合 如果我今天是要 12.5的阻尼油的濃稠度的話 那就可以 5加20的1比1 這個就是12.5的 它原廠有給一個這樣混合的數據 所以我們會針對不同的懸吊 不同的一個進氣 或者是道路的設定 來調配這個阻尼油 所以KT的這些的一些小細節的話 倒是都做得蠻細膩的 那如果車友們 有問題嗎 沒有喔 沒有是那個車主的朋友在跟他聊天 車主的朋友在跟他聊天 好 OK OK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剛剛直播的一個內容 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請跟我們聯絡囉 謝謝大家 拜拜